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今天放榜 錄取率為百分之 九十八點九四 創新高 而總缺額一萬四千 四百九十三人 也是創新高 佔總遭生名額的 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三 有缺額的大學 總共有五十一所 其中公立 大學二十二所 私立大學二十九所 征選入學放榜後 想成為大學新鮮人 就看考試分發結果 大學考分會指出 面對考招新制 考生選田志願平均六十九個 比去年的五十八個來得多 因此今年有兩萬五千兩百九十七人 完成登記志願 錄取兩萬五千零二十八人 錄取率百分之九十八點九四 創新高 今年缺額也是新高 五十一間學校出現 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個缺額 其中私立大學二十九所 只看分發入學管道 十二所大學的缺額比大於百分之八十 以學群看 缺額比率最高是外語學群 百分之六十二點四七 其次是管理學群百分之五十三點零九 那市立大學總共有十四所 它的缺額比例是大於75% 超紫花衝擊 考招改制 甄選名額回流 缺額大增 但也有十一校沒有缺額 包括臺大 城大等九所公立大學 而主攻醫藥衛生的中國醫藥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為為二的私校 建銷會莊志成 台北報導 即使是大學 即使用用十四指法 教學藝術 歸道理 琴 甲砲學院所公立大學 教學院所公立大學 教授過一種 では如今事整ered合法 教教學 我的日前任 最早の女王 教授過一種 本地樹的法治療 教學生的完全全世界 起動的特殊 海忠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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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